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要360讲记第一集 节要第17条 真正的教育 掌善救师才是教育 这条节要讲 什么叫教育 把这个教育的核心重点提出来 就是掌善救师 这个掌善就是增长他的善心 善行 善言 在佛法讲 身 口 意 善言 都善 增长他的善 善的原理行为 救师就是改正他的过失 帮助他改正过失 帮助他认识什么是过失 什么是善 就是教导他认识善恶 教导认识善恶 标准就在经典 世间的圣贤经典 初世间佛菩萨的经典 这个经典里面 讲到善恶的一个标准 因此 这个善恶的标准 先是敬老和尚提出如是道三个根 这三个根就是善恶的标准 合乎这三个根里面讲的教导就是善 儒家的弟子归 道家的太善感应远 佛家的食善业道解 符合这三根 那就是善 不符合啊 那违背就是恶 食善反过来就是食恶 因此啊 教义叫什么 就是教这个做人啊 怎么做人 地子归就是教做人 太善感应远叫做人 认识啊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认识因果 这个地子归 太善感应远 这些都是属于食善业道 合乎这个标准就是食善业道 违背就是食恶业道 这是教义的重点 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好 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